哈囉我的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吳老星抬頭看到的是貝加龐克的終極武器人造龍 貝加龐克廣播員在遠古機器人的體內 我200佔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會找一個最有趣的字體 吳老星現在就是在追捕貝加龐克的廣播員 因為他不想讓貝加龐克告訴世界真相 畢竟他一定對他們不利 而過程中馬茲在找到放鬆電話從後 抬頭往上一看 這時我們聽到類似水氣泡的聲音 所以馬茲頭上一定是有關於水的 之前有分享過可能是新的實驗體 像是刺天使人那種實驗水箱 但貝加龐克其實還有創造一個超級厲害的東西 這東西出場就會自帶水深 而且還是很早以前就有出場了 那就是龐克哈薩特的人造龍 幫大家科普一下這龍的來頭 這龍是貝加龐克以前創造的 而他就居住在龐克哈薩特的實驗室 4年前凱撒引爆了武器 毒氣覆蓋了整個島嶼 貝加龐克和其他科學家都撤離了 當時他拋棄了自己創造的人造龍 最後被草帽團給遇到被殺掉了 而他剛出場的時候就瘋狂溜著口水 這點符合有水深這件事情 而且也符合貝加龐克的發明 所以抬頭看到的會不會是這個人造龍 如果是同款人造龍我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要更強的話那有機會 畢竟當時那條龍可是輸給了當時的索龍 要再強一點才有機會與現在的無老星對抗 而無老星也是巨型會飛的鳥 而龍應該也是可以飛的 所以我們有機會可以看到天空的戰鬥 而之前也說過超狂的對應 施魔格說魯夫運氣不好抬頭看到龍 無老星說貝加龐克運氣不好 抬頭或許也是看到龍 但是是人造龍 海賊王只要牽扯到龍這個生物 都是超強的象徵 打不贏應該也可以拖很久的時間 這推測雖然機率沒有很高 但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推測 之前也有給出很多推測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 而外國論壇有人在討論 貝加龐克的廣播員到底在哪裡 一開始約克就帶著馬茲錯誤攻擊了一次 不小心打壞其他的研究物品 而約克之後說了是放縱電話蟲 但如果打掉放縱電話蟲還不能停止的話 那麼廣播員到底是在哪裡 其實貝加龐克開場的時候 就做了一件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那就是貝加龐克為什麼要在遠古機器人的身體裡面 這你可以說只是讓他開場看起來很酷而已 但是否是一個伏筆呢 我們確實可以這樣下去想像 那如果是伏筆的話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貝加龐克在遠古機器人身體裡面安裝了什麼 目前看下來的話 廣播員確實是一個選擇 如果貝加龐克真的用了這招 那麼廣播員絕對是無敵的存在 畢竟遠古機器人大火什麼的都不怕 而這樣也可以讓無老星們正面對打遠古機器人 聽上去確實蠻有機會的 但我們拋開一切的可能來看 這樣做對韋田來說合理嗎 我覺得有點小不合理 因為這樣的話廣播裝置一定是無法取消的 那麼無老星來也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我認為放縱電話床才是真正的廣播員 而瑪茲抬頭看到的東西就是會阻止他的東西 至於能阻止多久就取決於那個東西到底什麼了 但貝加龐克進入遠古機器人這件事情 雖然廣播員不太合理 但是其他的我們還可以再討論 確實很有機會是一個伏筆 而遠古機器人比較合理的劇情就是慢慢進來 然後解救被無老星壓制的草帽團 以遠古機器人的實力應該是可以的 畢竟他闖入聖地的時候無老星們都在 但他只有斷頭上的腳而已 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最終是他動力沒了才失敗的 而且他還是900年前就被創造的 或許他也有經過空白100年的大戰 活到現在 所以遠古機器人的實力應該是完全不用質疑的 下一集海賊王我們可以關注的就是 瑪茲抬頭看到的 還有草帽團各自對位的無老星 還有遠古機器人什麼時候救援登場 今天一樣會有1113萬暗示圖 請大家持續鎖定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